大健康产业是当今全球关注的焦点,所谓大健康,就是围绕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对生命迟势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的呵护,涵盖了从家庭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健康问题。 大健康产业主要设计两个维度,一是指与人体健康相关的产品领域,例如保健食品,要说的,二是指包括体检,疾病康不等在内的医疗服务领域,及疾病律房,健康咨询,养生保健,护肃美容等,随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总理喊话全民入住健康梦,百姓期盼健康好生活,健康消费需求已点燃。 多邦剧头毛布局,总寻健康好路径,在农野化大盛河南,有没有行业领军的大健康企业,那月中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长期,就是该领域的杰出代表,全球唯一的高纯度低聚木堂生产企业。 谈到如何选择大健康行业来创业,李正介绍,自己最早在法国留学,通过朋友的介绍了解到低聚木堂项目,觉得是一个巨大商机。 开2014年回到家乡创业,首先找到了低聚木堂生产技术的领头人,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杨瑞比教授,采用世界领先的生产技术,利用总业为器物与米兴,提取低聚木堂。 公司一期投资总额1.8亿元,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厂房,仓库,污水处理设施,办公楼,宿舍,食堂及各种生活休闲场所,配备实验室,无局生产车间。 具备世界一流的产品研发及生产能力,异常清建立体业运营,采购,生产,销售,无为一体的互联网管理模式, 一路世界最先进的SPEC生产管理系统,即实施低聚管理体系,建造基于互联网的公司管理体系。 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严格杀选原材料,确保原辅料的质量指标,符合标准要求。 以ISO质量管理体系,为基础实施经营生产,把经营等管理思想,渗透到生产管理的每个细节, 向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 目前公司已成功通过ISO9001,ISO22000,ISO14001,FFFC22000,HCCP犹太盐,施施匹认证等多项认证, 依据木糖,强大的功能性聚合糖。 资料显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长寿命人就是养肠。 在他们的养生理念中,肠道健康是养生的关键, 健康长寿的观念长期以来深入民心, 养肖几乎成了每个人每日必做的养生功课。 养肠的关键是保护肠内益生菌, 改善肠内生菌平衡,保持肠道健康。 早在20世纪80、90年代,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发达国将低聚母糖批准为特殊健康用途的食品, 广泛加入食品饮料及保健食品中,促进全民健康。 低聚母糖是一种功能性聚合糖, 是聚合糖类中增值霜奇感军功能性最强的品种之一, 它的功效性是其他聚合糖类的近20倍。 低聚母糖通过增值人体肠道内臓有益军, 具有论肠通便,增强免疫力,降三高,保护肝脏, 促进干吸收到多种功效,可以预防和减轻多种疾病。 但是,低聚母糖如何能够提取呢? 直到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杨瑞教授发明了专利技术, 利用农业分析物玉米芯提取低聚母糖, 才是低聚母糖的提取成为工业化现实。 一场清的低聚母糖是从玉米芯里提取出来的一种安全健康的天然天然营养物质, 同时又是一种水溶性下食肌肺, 其保健功效不可小觑, 是全球最经典的健康功能保健食品之一。 据专家介绍,中国线油糖尿病人1.2亿以上, 贬命人群结结两亿, 现代人工作白忙,压力大, 饮食难免不规律, 营养结构严重失调, 抗生素服用过量, 人体必须其他营养中的下食纤维, 严重缺乏, 导致肠道肥胜肽食痕, 变腻,肥胖,甚至糖尿病等。 因此, 低聚木糖具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光明的巨大市场, 国内市场上低聚木糖产品, 相比而言, 义长青口碑最好。 作为全球唯一专业从事低聚木糖研发和生产的品牌, 义长青通过了多项国际认证和食品出口备案,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杨瑞基教授, 是义长青的总技术顾问, 所提供的生产专利技术, 荣获中国发明专利优秀奖, 展苏胜专利金奖, 东方玉晓, 莫大军行早, 卡并秦山人为老, 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大健康站在了新时代大转折, 大发展, 大变化的历史节点, 河南义长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将为国人提供高效的医生圆, 营造健康党畅的生态, 打造全民康建, 从而为人类创造健康生活, 是一场倾斜坚持不懈的愿景, 让我们一起展望新时代, 开启再创辉煌的新征程,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